今天的主題真是太令人好奇了 首先請攝影機掃碎一下我們的來賓 社會是做什麼題目呢 我不懂耶 我夢想的工作室當兵嗎 不是 國欣請你先擺出一個那個 當兵的時候的那個Pose是什麼 李珍 小心 線條好好喔 他剛剛有這樣啊 你有凹背的感覺 你下一個動作應該是顏色 然後... 為什麼變這樣子了 許建國妝的厚度可以嗎 因為在軍中一定要防曬的 不擦點妝 不上點妝是不行的啊 我臉上有斑啊 而且曬到脫皮 真的耶 曬出斑怎麼辦 在部隊有防曬嗎 就是要擦防曬的東西啊 他不是唯一的 你旁邊兩個都防曬 而且還要去角質 對不起 去角質 你不要防曬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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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覺得鄰國肌 你也不需要講別人耶 你把褲管拉起來 很正常 你幹嘛穿高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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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垂胸是為了檢查什麼事情 垂胸為了看他有沒有進去 垂胸 國欣說他都有找一個 一個同梯的兵陪他一起洗澡 對 因為我們洗澡 要兩個人一起洗 另外三位請坐 好 你約人一起去洗澡 沒有 他就是規定 要兩個人去洗 不是大家一起喔 沒有 我們那個時候 是兩個人一間 兩個人一間去洗澡 兩個人一間淋浴間 對 這什麼品種 你有沒有遇過這個事嗎 沒有啊 我們都是五六十個人 在一起洗澡啊 根本沒... 那因為洗酒也認識了嘛 那就想說 那就固定好 你以後... 你就... 對... 你邀請他一起洗 到底是基於什麼 是他動作很快 還是... 沒有 我不想要 固定嗎 對 而且... 許建國當初去抽籤的時候 為了要抽到理想的地方 當兵的地點 他在手指頭上面畫了眼睛 對 完全沒用的 你有聽過這一招嗎 就在手指啊 抽籤的時候手指畫眼睛 要... 結果抽到金馬獎啊 你真的很夢想畫女 一招哪一招 很多人都這樣子啊 所以你畫了眼睛後 一抽 抽出來是金馬 我想你畫的眼睛那個睫毛 應該也很長吧 我知道他不高興 他睫毛高興 睫毛話太多了 他開始幫大家仲介女朋友 怎麼... 不是仲介啦 怎麼說 因為我在那邊的時候 就是你知道 大家會覺得我比較就是 比較... 秀氣 不是 就是覺得我這個人就比較 隨和... 所以... 你還有... 不要這樣子 我相信他的弟兄 一定得到很多福利 那... 那紅短褲就好了嗎 沒有 就是 我沒有出操的話 就要穿紅短褲 然後冬天的話 就是另外還有一張 是穿那個藍色跟黑色 這樣交錯的一個 你很注重軍中的 時尚的 什麼 林國基 林國基 林國基不在軍服上面 縫小鑽石嗎 他每一次來康熙 他都一定要逼我們問他一個 一個是他被人家性騷擾的故事 就是他在... 他在豬圈養豬 豬農也要騷擾他 你看他在照片 你沒有評評理啊 你的意思就是 用那張照片來證明說 你當時是羞涩可參就對了 對 當然喔 要不然今天沒有說服力啊 真的是 被掐屁股的話 不怕是因為犯錯還是什麼 其實那個是要是非常願望 因為那個是晚點名喔 在那個媽祖當兵啊 在敵前 晚點名是非常嚴肅的 就走到我後面 他就點點點 然後就從後面屁股捏下去 對 捏起來太多了 他捏得不是像剛剛用這樣 那請問你當時有交喘嗎 他怎麼可以做這個舉動 所以要嘛就是在早超時 我就計較不好 好可怕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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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個人一起糾成喔 不要亂說 你怎麼看 而且郭欣也有同樣的故事 他那故事比較浪漫一點 他說長官跟他間接接吻 好 沒有 我的情況是這樣的 就是剛好我們那天營區啊 有一個將軍要過來 將軍喔 將軍愛上你 好浪漫喔 是百姓人的傳說 所以說他巡視 所以說他巡視然後經過你 然後又 然後就 回去就寫報告說 真正有部隊裡的同袍 有稱讚說 哇 你很帥嗎 有一些啦 其實 所以你說跟你示愛的是什麼情況 然後我經過的時候 然後他就在背後跟我講說 郭欣我愛你這樣 好感人喔 那你要怎麼回答他 謝謝 沒有啦 那個時候 郭欣當兵的時候被兵變耶 請問你們都有寫這個嗎 沒有耶 那個什麼日志的 大兵手記 他寫給連長的一封信耶 這幾天真的好累啊 累到連運動時間都想偷懶 我從來都沒有的 可是我很想問連長 你是怎麼這麼有精神的 我要偷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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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刻意很下去了 很下去了 你是鐵打的嗎 郭欣 郭欣 我快不了你了啦 郭欣 你幹嘛一直心暗示啊 給連長 你的軍旅生涯很浪漫耶 互相安慰 你當兵的時候 就是到後來保養品放棄的部分 是哪一些 就是防曬那個有持續做嗎 防曬很難啦 因為太陽太大 我那時候擦防曬 擦到流汗都是白色的 就沒辦法擦了 那你洗完澡還可以擦乳液嗎 洗完澡可以擦乳液啊 天啊 我就是在睡覺的時候擦啊 也是帶有一點香味的乳液嗎 對 有點葡萄 是澀香還是... 葡萄口味 其實我聽完郭欣的故事喔 我只想到一個故事 就是花木蘭代復仇 對 我當兵很辛苦耶 你從後面有沒有點金油蠟燭 那兩個公里在做菜 我那時候當兵喔 我那時候下基地的時候 我每天都要挖洞 把自己埋起來 然後我又高 為什麼要挖洞把自己埋起來 就是要做那個 閃兵根啊 你殺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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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睡覺 然後還有挖地雷 那個地雷比我臉還大 好辛苦喔 而且我們公兵最厲害 你是有拿來比比看嗎 哪一個大人啊 他說愛也比你的臉還大 搭長臉 但比你大 請問你的藝人身分 有給你帶來什麼 困擾嗎 我們有一個 然後那時候我們在排練 那我那時候站在最後面 然後突然就有一個長官過來 我現在要你做一件 很有榮譽的事情 OK 你願不願意做 我說老闆 我願意 對 然後他就是要我當那個授槍手 甩那個槍啊 像儀隊那一手 新訓的時候 後來才知道他是營長 所以因為你是藝人 他認出你來才請你做這件事 所以就是說 你的意思這樣子 當你知道是 行軍不就是說要穿絲襪對不對 對 就是因為我們行軍要從就是 所以大渡山走到台中港 那可能要走半天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學長就告訴我們說 你就是在那個 你的鞋子裡面 軍靴裡面 電衛生棉 所以說你這樣比較不會騎手 最好穿絲襪 對 然後還要穿絲襪 這樣不會燒燙 女生的絲襪嗎 對 女生 最好穿絲襪不會燒燙 對 不然就是你走太久的話 那林國際一定很愛行軍 對 實際不會愛 我就是不用行 我也自動到你參加 今天康熙來了一開始 要考的是實習地的文法 也就是單數與負數要怎麼區分 如果是一個 比較女性化的男人 那叫做 那兩個比較女性化的男生 所以每次古裝劇裡面稱呼 娘娘來了就是兩個女性化 在諷刺他還女性化 好 那兩個以上 比方說三個到五個女性化的男生 叫做 郭馨先生是偶像劇的演員 那剛當然冰回來 再康熙來了一再的 出櫃 來自大學生了眉的大爺 大家好 歡迎大爺 他可能應該在今天是以年齡取勝吧 是 請問你幾歲 二十 後面沒有了 就二十啊 二十整 可是你要說你是衝浪男子 我也可以相信耶 有 我平常有在衝浪 但今天是有刻意在畫黑衣服 所以衝浪的時候是這樣嗎 至於安君參是前後下 我自己講 這一題是小S所出的 就是在舞蹈動作當中 你最希望從背後環抱住他的腰 請從四位當中選出一位來 郭馨 你好受歡迎喔 郭馨 郭馨有三票 我有三票喔 許建國 可以告訴我們為什麼選郭馨嗎 沒有 郭馨我因為我覺得 他今天穿得很正式啊 就感覺是比較一表人才 現在不要跟我們扯之間啦 許建國我看得出來 你分明就是愛郭馨的字 郭馨你貼的小鬍子 真的很像一個 鬍子貼的喔 沒有 我自己留的 這是真的嗎 真的 真的 你要證明什麼 沒有 就是想說要換 你現在會玩用這個胡渣 寶貝 好可怕 我們兩個的身體 它是直的 我是螺旋向左 所以我只要保持這樣就好了 OK 手握住 那這裡不要再動 我們腳一前以後 一前以後 對 一前以後 好一點 一前以後 然後 妳看 它動得軟啪啪的 我跟你講 郭馨已經露出馬腳了 他幾乎都已經要這樣了 對 好俏皮 好俏皮 對 妳要有一個重心是妳移動的時候 妳要出來喔 對啊 妳是要去殺人 妳不要... 妳可以試試看 其實她跳舞的時候 獨舞可以插口袋 然後這邊一定要背景聽起來 走路的時候就是這樣 看著女生的時候要... 像獵物一樣 有...這妳吃吃看 郭馨 吃吃看 不要鬧了 她靠你 為什麼... 為什麼蔡佳麟走 就有獵人在看獵物 妳就沒有呢 還說接走 不是在指甲山門 有點... 因為阿舅老師就很嚴格 就是從這個開始慢慢教這樣 然後我就上過阿舅老師的課 就是跟一些 年紀比較長的歐巴桑 阿舅麻煩妳出來一下好不好 就是剛剛看那個大爺跳肚皮舞的時候 好像她的上下身會連在一起 所以妳可不可以跟她一起 讓我們看一下兩個人的不同 差別在哪裡 對 她...她有點... 她有點沒有那個側面 好 扭完教兩個人學我們 OK 妳教我們兩個一對 來 老師教你 然後就講... 老舅媽媽這樣 沒力 教她...妳教會她那個好不好 就一下子就好 就是... 肋骨跟骨盆的距離縮短 主要是這裡在跟妳 老師 妳幫我按摩一下 幫她按摩一下 幫她按摩一下 她再給妳看 對 後腳稍微打完 身體就不會晃動 會這樣 所以後腳稍微打完會 控制妳身體的平穩度 怎麼有一點A啊 不是往前啊 妳不要再給老師認識了好不好 沒有... 我喜歡妳 要不喜歡OK 我真的好 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